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却在此时传来令人遗憾伤心的消息 一名燃烟的孕妇抢救三天之后不幸死亡 新北市这名确诊的孕妇就在这个月的四号 她高烧不退紧急送往亚东医院来治疗 情况并没有好转 先是腹中的胎儿没有保住 旧妈妈今天凌晨也申告不治 亚东院证时确诊的孕妇呢 是在5月6号失去了意识 当时呢医师进行了抢救 病程快速变化忽然失去意识 院方抢救之后胎儿急救无效 而这名孕妇今天凌晨呢 也是抢救无效而过世 非常遗憾也让人难过 确诊的孕妇非常年轻 她怀孕28宗 曾经接种过是一剂的疫苗 那么另外呢 台大妇产科的医师师景中 也在脸书上po文 说她呢 在这个听到扫儿科加护病房同人 曾经表示说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婴儿 是确诊转过来的 或是因为婴儿的父母确诊 所以他们就被送到医院 那么同时 医院收治的COVID-19确诊宝宝 其实需要插管 或是ICU积极治疗的比例 是比较低的 所以她也担心说 这样子会不会压缩到 其他更危险的婴儿 住家户病房等等的医疗需求 市景中认为这样一个压力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就引爆 所以呼吁应该滚动式的检讨 这些特别族群确诊的收治标准 急诊室医护忙进忙出 平民和时间赛跑抢救病患 但这回母亲节前夕 却没能救回一个心碎的家庭 网络传出一名医护人员 连喊两次好想哭 为了抢救一名 确诊孕妇和胎儿 团队急报病房 护理师也都来到护理站 全力支援应变 但最终依旧没能救回胎儿 爸爸苦手走廊 听闻噩耗悲痛不已 法文的网友直言 各大医院病患栽爆 太多人疑似根本来不及救 对此亚动医院回应 没有医护人员不足情形 一直都很努力抢救 根据了解 4号这名确诊的20岁孕妇 因为持续高收住院 怀孕28周只接种一剂疫苗 当时立刻给予治疗 但因为孕妇身体免疫力不足 6号早上忽然失去意识 在医师共同抢救下 仍然无效 在7号凌晨过世 基因我们说 还是尽量把疫苗给搭起来 不只是保护妈妈 也是保护胎儿 医护静泽守在最前线 但本土大爆发 无情病毒已然摧毁一个个 圆满家庭 记者宋报道 本土疫情持续走向高峰 儿童的染疫风险也不可轻忽 也许吴昌成说 近期有一位小男孩染疫 妈妈原本以为她快要康复 没有想到出现了恒文机溶解症 而上个月发生 确诊重症两岁幼童病逝 折中心也订定紧急送医的条件 博医师施警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医院为了修制确诊宝宝 恐怕也会压缩其他重症儿童的医疗需求 压力恐怕即将引爆 医护小心翼翼替小孩筛检 面对疫情烧高雄首创特诊 只要小朋友快筛羊 就可以前往现场 由医师开诊PCR裁检 评估是否住院 毕竟儿童染疫实在不能轻忽 这连儿科急诊医师武昌腾也发文示警 近期一位小男孩染疫 三天后症状逐渐好转 妈妈以为快康复了 没想到小孩一直说脚痛 不想走路 抽血检查 发现是染疫后的病发症之一 横文基溶解症 面对越来越多婴儿 确诊送到医院 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周也直言 目前确实压缩到重症儿医疗 表示压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引爆 韩话指揮中心该滚动式检讨 特别阻止确诊的收治标准 有的时候你也会碰上 你实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判断 或者是这个病患 或者是他的家属非常的紧张 那他们给医护人员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也就觉得不给他住院 你反而是很困难 目前全球各地近期更回报出现 儿童因为不明原因感染急性肝炎事件 美国已累计高达109例之多 包含武力死亡 但初步不认为和武汉肺炎疫苗有关 不过疫情还是要来袭 也让家长更加忧心忡忡 技术众报道